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的话他也是要 他是来自上海浦东银行 但是呢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中国银监局的话有一个会议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参加 Peter Calvin请你们上来 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嘉宾讨论 好 非常感谢 那刚才Vernicor的演讲的话非常的棒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信息 那我们今天的话没有很 一个PPT可以 那我的这个演讲的话 可能只是用的这个纸张 那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关于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 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 那下午 好 我非常高兴的能够今天在这个论坛上的话进行演讲 那我们也是做很多的这样的演讲 那我们今天的话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论坛 那我希望能够分享一下 不只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愿景 同时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 但是同时的话我们也是讲一下 我们的金融防疫的话 是怎么样在这个领域的话 也是发出它的声音 那我们在巴克雷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社会公民的项目 那实际上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亚洲啊 在中东还有印度的话 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市场的影响 那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 对于我们的这个品牌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也提到过 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那我们这样的这个论坛的话 也是以这样的这个频度和规模的话 在开展这方面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现在的话 世界的话也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挑战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 我们现在的话 是希望能够未来的话 有更多的这个清洁的能源 那这个问题的话 现在也是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那 那实际上的话 它也是对我们来说 会产生一些影响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业务来进一步发展 那我们这个经济的影响呢 那刚才的话 已经很多讲者都有讲过了 现在的话也是让 那可能每年的话 如果保守估计的话 也是要一点多的这个万亿的美元的一个损失 那我们很快也会发现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出台 当然的话 实际上的话 如果说我们能够采取行动的话 这个投入的话是 肯定是值得的 那 那实际上的话 我们很 不仅是这个巴克里 还有我们很多的客户的话 都是有同样这些想法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这些 演讲者 那我们对于这个自然灾难的话 可能会产生这个 一多美元的这样一个损失 那 当然的话 我们这个挑战是非常复杂的 那我们要考虑这个长远的形象 我们需要和这个政府 以及非政府机构的话 来进行合作 共同努力 那我的公司巴克雷呢 那也是把这个气候变化 和这个全球变暖的问题的话 对于非常重视 并且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愿景当中 那如果说不解决这问题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存活 那这是 非常现实的事情 那我们不只是 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 我也会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愿景当中的话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些措施 那我相信的话大家都可能就知道 我们这个巴克雷的话 也是在全球的话 也是一个最老的最大的这个金融机构之一 那我们的话也是支持了很多的这个足球的活动 那我们的快收支平衡表的话 在全球的话也是排到了全球十大银行之一 那我们的品牌的话也是有很多的一些 中的价值观 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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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设计了 是数千万平方米的这个 房产的一个业务 那我们在亚洲的足迹呢 非常大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话 也是有非常长久的历史 那我们知道中国的 作为一个市场的话也非常重要 而且的话中国的银行的话 也是发展非常的迅速 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开发银行 而且的话 现在的话中国这个生产 中国的制造商的话 也是为全球的这个发展的话 在过去十年呢 也是做出很大的贡献 那我们 那我们的话也是 希望在这个银行的这个监管机构 比如说像中国的银监会之间呢 能够取得更加可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一些进展 而且的话我们 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模型 让其他国家的话能够来学习 那我今天的主题的话 是要讲的这个可持续发展 那这实际上呢 也是我们在金融行业里面的话 一个主要的 因素 那实际上的话也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现在这个世界的话 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我们这些理论和这个实际的话 实际上 也就是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 如果说 所有这些问题的话 不可能靠一个机构的话来解决 我们需要能够在跨行业的来 跨国境的来进行合作 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的话 很多时候的话是 那我们在这个快速经济发展的 这个背景之下的话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非常现实的议程 在中国 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话都在中国 所以说我们在场的很多人 为什么这个 比如说那个银监会 他也是把这个的话 有人把它作为这个银行业的 环境的这个倡议 那巴克雷的话 也是在其中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行动呢 也是能够提供一个 可持续的发展的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同时呢 也是能够跟基地的话进行合作 那我们今年六月份在香港 Jenkins 是我们 是全球的这个金融机构 和金融保险机构的一个 负责人 他也讲了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对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意义 现在的话只是刚刚开始 那比如说像很多的这个大东材料 比如说像木材 纸张 还有这个棕榈油 那 那香港的话也是为这个银行的 这个环境行动呢 打定了它的一个基石 同时的话也是进一步的强化 他们在亚洲的一个参与 那中国的话在这个项目当中是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那 那BEI的 的 这个成员包括这个巴克莱 还有德里芷银行 还有MBC 还有Northand Trust 而中国建设银行的话实际上也是它的一个成员 那 还有很多的这个大东商品的这些生产公司 那作为这个BEI的这个成员的话 那我们的话也是为这个项目的话提供很多支持 另外的话还有一些项目的话是政府的 还有这个社区的 另外一项目的话是BEI 它包括了渣达银行 还有 现在呢我们共同呢 已经发出了我们非常长的声音 那相信的话 人们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 一些声音 那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农业的农产品方面 那我们也是希望引入一些可持续的这个装运 那我们 也可以进步强化我们的这个大东商品的这个贸易 同时的话还有国际的这个金融合作 那我们可以能够提供非常优惠的一个条款 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资本的一个节约 那有些世界最大的这个买家的CEO呢 比如说Consumer Goods Forum 他们的话也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个供应链的做法的话 能够进行转型 另外像比如说说棕榈油纸张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装商呢 他们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实现零砍伐 那 那 他们 采购的这些原材料的话 他们是希望能够在 遵循的这个环保 那个条约的这些地方来进行采购 那我们的这些银行的话也是和这些公司的话 也是紧密的合作 怎么样来能够非常 能够完成这样的一种转型 那我们也是有非常全面的这个文件的话来金融 那我通过一些贸易行 还有一些金融银行 还有开发银行 还有国际的这个非政府机构 那这个 那这个文件的话也是 肯定了我们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性 那 那我们将会进一步的以积极的方式来支持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交易 那我们的话 需要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货运 那我们的话银行也是能够对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商品的贸易 还能够提供很好的一些认证和支持 那比如说数十亿美金的这个棕旅游的交易 那我们银行本身的话 对于这个银行的环境来说 那我们也是有充满决心要做好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相信的话所有的这些金融机构的话也是会我们一起努力 能够承担银行所应负担的责任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镀线图 那我们相信的话我们也是能够 那我们没有一个机构的话是能够靠自己来解决 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有非政府机构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的一个使用的一些方法 那巴克雷的话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那我们也是非常相信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的话也看到了这个非洲在其中的重要性 那美国的话也是投资了数百万的美元的话 来开发当地的这个开含能源 在10月1号我们已经投资了数十亿英镑 来进入这方面的交易 而这些债券呢 他们主要是为了资助这些低碳以及低碳项目 包括像这些锋利发电的一些农场 到目前呢 这也是巴克雷历史上所做的最大的一笔这方面的投资 除此之外 我们也是今天想让将大家传达一个核心信息 对这些大型的一行机构 以及大型的合作伙伴 我们今天呢 也是有非常不多的不同代表 拿这个意大利举个例子 意大利呢 也是有很多我们相关的业务 我们也是有一些教育培训的项目 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员工 他们在不同的社区来进行相关的教育 通过这些呢 我们能够建立起更加好的实际的工作 在巴克雷银行 我们极大的去提高能源效率 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措施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有责任的表现 这呢 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长远的发展 我们对于这些能源的管理 对于能源的稀缺性 我们也是希望充分地考虑在内 我们也是参与到房地产市场 提倡绿色建筑的发展 我们也是在IT架构 加剧所有的这些领导层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实现高能效 高能效 大家如果想要做业务跟我们的话 你必须要展示自己 对环境所做出的承诺 我们也会支持大家 我们也会对大家的环境方面的影响 做出评估 我们对这种表现不好的情况 是零容忍的 而随着实验推移 我们将会进行全面的深核进管理 如果说你不合格 我们将不会再从这里 购买任何服务或者产品 我们还有很多例子 但是我只举一个 在整个亚太区 在三四年前 我们开始针对亚洲的 物流服务进行相关的投资 我们把数千上万门邮件 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 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运还是空运 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招标标准 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管理 自己的碳排放 在与我们银行合作的每个过程当中 都不需要对它进行管理 有一个美国的物流机构 我就不提它的名字了 也是出于保密的原则 他们也是巴克雷的合作伙伴之一 他们却并没有能够成功地管理 他们的碳足迹以及碳排放 这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些补偿 所以说这是我们希望去做的 因为他们想的思维的方法 是跟我们是一致的 他们也是希望更好的去符合环境的要求 这个项目也就叫做Go Green 它也是在全球启动的一个项目 我们现在也在充分地利用它 一起把它推广到全球 我们也是引以为豪 他们也是引以为豪 具体的推广以及采纳呢 也并不是那么的复杂 这个项目也在各地获得一些大的反响 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业务 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不断地去拓展相关的一些发展 我们的一些楼屿 我们的一些建筑 我们希望能够对它提供更多的支持 带来更好的一些能源上的表现 我们也有在亚太区其他一些发展 通过太阳能的发展 带来更好的提升 在南非 我们也是与本地的银行进行合作 也是帮助他们建设 本地的一些环境方面的工作 我们与此同时 也做了很多农场方面的改进 能够确保他们符合相关的一些流程 在印度呢 也有类似这些项目 我们希望更好的向社区 以及向人民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呢 是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们是对环境负责的 我们了解这些传统发生料的稀缺性 也是了解现在资料 以及能源的稀缺 我们包括像碳排放 也能够带来环境的威胁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去收获资源 更好的去使用太阳以及风能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长远上的优势 有关风能呢 这是我们格外看好的 我们也是不断加大它 相关的一些产品投资 我们有不同的风能产品放在组合 希望它能够更好的在未来 获得更加好的发展和建树 这些呢仅仅是一些简单的例子 这些呢也是我们客户所擅长的 也是我们所愿意去做的 巴克莱一直是可视于发展领域 将军专家以及领先者 我们也是非常自豪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做法 我们也是愿意参与到这些方面的实现当中 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我们也是能够获得商业发展上的价值 这些价值呢远远不仅是表面上的这些价值 我们越来越多的会关注在作业的方式 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公司 还是一个在银行业的一代老牌企业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建立起更好的网络 所以说再次感谢大家 也是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进行邀请 明天呢我们还有越来越多的讲者进行分享 我也非常的期待 最后呢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我本来是有一个前同事 我的前同事呢 Dr. Catherine Wong 她呢也是来到这里 她呢也是来自James Cook大学 她呢是从Kentucky来的 她呢也是做了这方面的金融的研究 她呢也是希望能够与中国这边的保险人 银行家来进行沟通 她能够在这里待到周四 然后就要去北京待个四五天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花点时间跟她沟通一下的话呢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我们呢也是可以互相介绍一下 希望这些研究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更好的决策 再次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 再次感谢我们上海 至少比北京天气好多了 好的谢谢大家